公元前359年 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 得到秦孝公的大力支持 商鞅不具任何势力 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维度 对秦国进行了一场打碎重来的彻底变革 史称商鞅变法 商鞅也因此得罪了一大批秦国的旧贵族势力 最要命的是把太子迎四也给得罪了 迎四在十多岁的时候曾经触犯了禁令 商鞅依据法令 把迎四的老师处以莫行 迎四从此便对商鞅没了好感 这也为日后商鞅凄惨的结局埋下了伏笔 公元前338年 秦孝公去世 19岁的迎四继位 这便是秦桧文王 迎四继位之后 秦国的贵族宗士开始诬陷攻击商鞅 秦桧文王顺势捕杀商鞅 将他的尸首在闹市车裂 从公元前413年 秦桧第一次和西之战开始 到公元前343年 秦魏两国围绕河西之地 断断续续打了70年 这期间 魏国处于鼎盛时期 属于第一梯队的大国 秦国一直被碾压 甚至出现了秦桧公50万秦军 被五起的5万卫军给击败的惨剧 公元前343年的马林之战 魏国的十万精锐被齐国击灭 实力受到重创 魏国从头好强国的位置 顿时沦为一个二流国家 截止到商鞅去世 也就是公元前338年 变法在秦国已经实施了22年 秦国逐建国府兵强 这是有目共睹的 秦桧文王虽然杀了商鞅 但是将他的变法体系 给全盘底继承了下来 秦桧文王重用公孙衍 和他的老弟出力吉 公孙衍当时还很年轻 不太出名 但是他有勇有谋 对于外交和军事都很擅长 出力吉是秦桧文王 赢四的同父异母的老弟 他滑稽多智 号称智囊 是个不可多得的军事将领 这三个20岁左右的小伙 开始筹划攻打魏国 抢夺河西之地 面对衰弱的魏国 对因此来说 希望就在眼前 然而攻打魏国的河西之地 并不简单 在秦国商鞅变法期间 魏国为了防范秦国 攻击河西之地 老早就派遣大将龙谷 驻守河西 龙谷在河西修建了 一条300里长的长城 从华山北路开始 经过阴晋 临晋 远礼 一直延伸到如今 寒城南面的城南村 到达黄河边 并在雕阴建造城池 用重兵镇守 到迎四即位的时候 魏国老将龙谷 扎根河西 已经有二三十年了 他依靠魏长城和洛水 建立了一套稳固的防御体系 魏国领土横跨黄河两岸 独占华山一东的战略要地 魏国既能向东 与中原各诸侯一争高下 又能向西打压秦国 秦国极其被动 东出的路线被堵得死死的 秦惠文王银寺 他很清楚 秦国要想强胜 必须拿下河西之地 至于什么时候去拿河西 秦惠文王再等一个机会 等秦国再强胜一点 或者等魏国 再遇到一个类似于 马林之战这样的危机 公元前333年 公孙衍认为 攻取河西之地的时机 已经成熟了 秦惠文王银寺 采纳了公孙衍的建议 派遣公孙衍和处理极 攻打魏国的河西之地 秦国缤纷两路 公孙衍率领北陆秦军 沿着洛水 准备攻击魏国的刁印城 处理极 率领另外一路 准备攻打殷冀 公孙衍的大军 很快抵达刁印城下 这个刁印城 位于如今陕西省延安市 甘泉县的道阵 驻守刁印的是 魏国的老将龙古武 他率领四万五千魏军 迎战秦军 秦魏亮军 在洛河两岸展开大战 此时的秦军 已经不是三十年前的 那个秦军了 秦国经过商鞅变法之后 号称守攻之国 敌人的一颗手机 就是一击绝位 因此秦国的将士 作战非常勇猛 此战秦军重创卫军 老将龙古武 战败被俘 刁印之战 一举击灭了 魏国在河西的防守主力 秦军收复了河西之地 此战是秦国东出的第一战 秦国变法崛起的势头 让山东各国感到不安 我们看战国策中 苏秦张仪的纵横言论 虽然说苏秦宣扬的是河纵 而张仪宣扬连横 他们的主张和游说的目的 截然相反 但他们俩所用的游说力气 都是纵横之术 而且核心要义 均出自鬼谷子一书 纵横之术是有套路的 这些成熟的思想模式 纵横家要烂熟于心 运用自如 这里我们简单的说一下 要成为纵横家 揣秦量权是纵横之术的基础 苏秦和张义的游说 都是从揣之术和权之术入手的 通俗点就是说 游说之前要提前揣量游说对象的各种情况 比如这个国家的山川地形 天使 人民 谋臣 财货 经济 政治 军事外交 等各个方面的情况 还包括国君本人的志向 兴趣 性格 爱好 亲书等等 这些内容都要细细做准确的揣量 心中有数之后再开始游说 这些要义出自鬼谷子揣篇 纵横家揣秦量权 得到对方的实情之后 必须努力修饰言辞 经过美妙的艺术加工 纵横言论要文采斐然 充满魅力 以此来打动说服对方 这就叫做事变虚词 成文章而后论之 苏秦和张仪的纵横言论 所用的纵横术 都是以百合为主 只是因为二人的立场不同 在百合术的使用上 各有侧重 苏秦的方略是合纵 所以苏秦多用百之术 重在以利又之 言其利而不言其害 通俗点就是说 要多讲好听的 多说优点 这么做能达到什么什么好的目的 能得到什么什么好处 再看张仪 他游说的目的是连横 用的大多是合之术 就是重在以微恐之 多言其害而不言其利 通俗点就是说 多讲难听的 用各种严重的结果和危害 来恐吓国君 让他感到害怕 让他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而采用自己的策略 总之 百合之术就是纵横术的核心灵魂 纵横术有招有没有招 这要根据游说对象 和游说意图的不同 话术要千变万化 顺手拈来 纵横之术的效果和成败 和游说者密切相关 在战国策中 苏秦和张仪的纵横言论 在结构上大致相同 语言组织精妙 熊献光教授就曾经说过 这分明是一个母字刻出来的 现如今有大量的学者认为 战国策 它可能是一部你作